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云铭,继续给大家播讲黄埔军校历史人物列传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人物,他虽然没有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 但是他和黄埔军校,尤其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些黄埔学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很多著名的黄埔系国军将领都曾经是他的麾相 包括像胡宗南、杜玉明、邱行全等人 在国民革命军第一阵建立的时候,我们之前讲过一共是三个师 第三师师长谭鼠卿,他手下的主力团团长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位历史人物 这就是被称为中国装甲兵之父的徐庭尧将军 徐庭尧1892年出生于安徽吴伟 他家境不错,他父亲是当地颇有名望的读书人 他母亲也是出身名文,性格贤惠,乐善好施 经常愿意帮助穷苦的老百姓,所以在当地很有贤名 徐庭尧六岁开始读书,非常的聪慧 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就读于晚江中学 后来他目睹时局的艰难,又悲愤于国家的磊弱 所以投给从容,考入了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 这一年他正好二十岁 在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读了三年之后 他毕业,去保定,考入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为第三期步兵科 与张志忠,白崇喜,蔡廷凯是同学 毕业之后,他进入晚戏都军尼茨冲部 作为剑袭军官 在当时北洋军阀的军队里面 因为上下的军官都是自己的部队 是自己私人的产业 因此军校的毕业生多半都遭到冷落 而军队士兵军纪涣散 有抽鸦片的,有扰民滋事的 徐庭尧非常失望 在徐庭尧间隙期满的时候 正好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 北洋政府筹组参战军准备对得宣战 徐庭尧得到消息以后 率先报名,被任命为连长 但他所在那个团的团长 军阀习气严重 这样徐庭尧看不到希望 因此他就离开了部队 回到自己的家乡 去当一个想学教员 不久之后 经他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学的推荐 他南下投奔了粤军 成为徐庆志 麾下东路讨贼军第一旅的连长 后来随着蒋介石东征 讨伐陈久明 因为在阵前奋勇善战 屡立战功 很快就被升任为营长 当第一军建立的时候 徐庭尧被任命为第三师 第八团的团父 第二次东征 在攻打惠州城的时候 徐庭尧率领自己的部队 组成了突击队 亲自率领 冒着枪林弹雨 拿着云梯 从北门爬上了城头 战后 蒋介石 亲临第八团 对徐庆尧进行表彰 同时升徐庆尧为团长 第八团 是第一军第三师的主力 而第三师 是何音钦被任命为 动陆军总指挥 平定福建的主力部队 何音钦率领动陆军 杀入福建 第一站就是永定 永定是敏越的交通要道 是敏军补给中心 和前线指挥 首脑机关所在地 何音钦命令 谭水清的第三师 由大普进攻永定 命令 冯一培的部队 攻占风势 切断敏军 永定至松口的交通 使永定松口的敌人 守卫不顾 谭水清会下两个主力团 进击永定 其中就有徐庆尧 所率领的第八团 第七团第八团 分别从西南的老虎寨 和城东的书远岗 包围和加工 永定城之离 守城的被队旅 是周恩人的精锐 抵抗顽强 永定城内的民众 以及城外的民军 积极地配合北伐军作战 守城的敌军在前后夹击 和内外受困的情况下 大部分挂起白旗投降 周恩人 于乱军之际 率领少数卫队 化妆逃跑 永定一战 伏敌官兵两千余人 缴获各种枪支 一千八百余支 守敌几乎是全军覆灭 徐庭尧率领第八团 作战有功 在占领永定之后 北伐军又回师进攻 松口之敌 松口守敌为刘骏 第三军七千余人 是敏军亲越的主力 冯一培师 在占领了封氏之后 与第三师分左右两个纵队 向松口攻击前进 在攻克了松口之外的高地以后 两个师合力猛攻松口 但是敌军顽强抵抗 战斗十分激烈 战斗到下午 敏军的刘骏 放弃抵抗 突围逃跑 遭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的截击 除了刘骏率领二百多人 突围逃跑以外 其余全部被奸 这两次作战 徐庭尧率领第八团 作传勇猛 表现出色 受到了何音信的赞赏 很快徐庭尧因公 升任为独立第四师副师长 紧接着又被调任为第二师的副师长 一月二十七年八月下旬 徐庭尧率领部队参加了龙潭大战 他作为第二师的副师长 冲在前线 为捍卫南京政权 立下了汉马功劳 龙潭大战之后 第二师的市长刘志 升任第一阶军长 那么徐庭尧就升任为第二师市长 之后徐庭尧率部进入安徽 当时他奉命死守林怀关 屡外奉军 登北伐军杀入山东以后 就发生了济南惨案 当时蒋介石决定暂时 避开日本人的锋芒 命令大军绕开济南北上 但是他将坚守济南的这个任务 交给了徐庭尧 蒋介石亲笔给徐庭尧下了手谕 手谕上这么说的 济南为我军黄河流域 唯一根据地 此次特派凶 任此未成之责 以凶之胆力 智慧 皆能胜任也 由此可见蒋介石对徐庭尧的认可 和对他的信任 北伐成功以后 进行了部队缩编 国民国民军第一军以身作则 军所为师 师所为旅 所以徐庭尧被改授为第一师 第一旅中将旅长 很快 中原大战就爆发了 徐庭尧 作为蒋介石敌系部队的 重要军事主官 参加了这场大战 中原大战刚开始的时候 徐庭尧就任第一师代师长 中原军 首先主动在龙海铁路 发动了进攻 并且在玉东马木吉 与部署了 兼顾防御攻势的 半选才第十二军 发生了激战 这是西北军的部队 那蒋介石命令刘志 率用第一师 第三师 教导第一师和第十一师 兵分三路攻击 第一师代师长徐庭尧 以自高奋勇的 第九连连长张灵甫为先锋 亲自突袭 攻下了防守攻势 坚固的赛城泄击 接连攻占了正村民权 中原军猛攻 抢下了归德等重要据点 蒋介石命令刘志 大举西进 刘志军团 由徐州 沿龙海铁路西进 攻占了商丘 冯卉强部退守到蓝峰 起线一线 但西北军 也不是吃素的 冯卉强调整了部署 分四路反攻 刘志部队 被迫退至定逃 曹县 民权地区 西北军使用了铁甲车队 让周安军 损失惨重 那么为了对付西北军的铁甲车 徐定谣下任带火车 中山号上 装上了大铁钩 亲自上火车中山号 用高速 向西北军的铁甲车 发起了撞击 火车 遭到西北军炮火 猛烈轰击 结果出轨翻覆 徐定谣重伤 身长呢 就由胡宗男代理 徐定谣受的伤颇重 当时呢 一条胳膊骨折 身上 比较严重的伤五处 蒋介石听到消息以后 急掉专车 护送徐定谣去上海 治伤 几个月之后呢 才痊愈 痊愈之后 蒋介石亲自召见徐定谣 未免有家 那么调任他 担任第四师的市长 那么也有一种传言 说之所以徐定谣 没有回第一师当市长 是因为胡宗男 说徐定谣没有黄埔的履历 既不是教官 也不是学生 所以不适合担任第一师市长 蒋介石就把徐定谣 调任到第四师当市长 第四师的前身 是国民政府 中央军教导第二师 徐定谣任市长的时候 第四师 下下的主力旅 是第十一旅 旅长是谁呢 就是后来国军赫赫有名的将领 关林征 黄埔一七 1931年7月19日 西北军冯玉祥的旧将 石有三通电反对蒋介石 辉军大举的进攻平津 南京政府正式下达讨伐命令 徐定谣率领了第四师 奉命追击石有三 徐定谣当即就命令第十一旅 关林征部回右路 追击石有三到河北省南宫县 那关林征 抵达南宫县的时候 发现与石有三 先勾结了大土匪刘贵堂部 正住在与南宫县 仅相距几十里的大名府 关林征决定 先解决刘贵堂 那么要解决刘贵堂的话 必须先经过南宫县 而把守南宫县的 是刘贵堂的副旅长 夏子明 还有意思的是 夏子明 他与徐定谣是保定军校的同学 关林征派自己的主力团 张耀明的第二十一团为前卫 而张耀明二十一团中 秦一支所率领第二营 为先头部队 向南宫进发 这个时候刘贵堂的部队 还并不知道 关林征打算对他们下手 尤其是守南宫县的夏子明 对这个毫无准备 那秦一支很聪明 他骗夏子明的部队 说他们是去解决 十有三的 只是路过南宫县 想进城采购一些东西 给予方便 夏子明 刚开始的时候 还是戒备森严 但架不住秦一支 与他再三的交涉 夏子明最终同意 开城门放行 结果秦一支 就率领手下部队 进到了南宫县 在把城里的情况探明之后 秦一支 立刻就发起了攻击 那么城内的部队 猝不计防 溃不成军 很快就被彻底解决了 夏子明 这个徐庭尧的老同学 也成了背负之将 那么徐庭尧的第四师 乘乘追击 很快就将 刘贵唐的部队 彻底打垮 紧接着十有三 也被全部瓦解 仅率领残重数千人 逃到了大陆 那么立下赫赫战功的 徐庭尧率领的第四师 很快就被蒋远石 派到了 搅供的战场上 徐庭尧 实际上参加的是 第四次围剿 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 实际上并不是 以中央根据地 作为主要方向 将军时 亲自坐任于 对阿玉碗三省 红军根据地的围剿 1931年 是中国共产党 在红军和苏区 及其政权建设方面 取得重要进展的年头 经过三次 反围剿作战之后 仅江西中央苏区 就形成了 以瑞金为中心 包括四个县 拥有数十万人口 和近五万 驻立红军的 相对稳定的 农村根据地 而我们证实的一些史书 认为 到红军第三次 反围剿战争获胜以后 江西中央苏区 已经扩大到21个县 拥有250万人口 但根据 当时苏区中央局 1931年10月3日 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可以得知 这个时候 除了瑞金全县赤化以外 其他四县 大部分 仍然是白色 而其他如 汇昌 巡屋 安远 信封 宁化 清流 硅化等地 还全部在 国民党的手中 电文里称 对这些地区 需要一个长时间 去争取它 根据当时国军的报告 可以看出来 除了瑞金以外 周围各县 仍然处于一种 拉锯的状态 并没有形成 正式里所讲的 真正的稳固的 大根据地 当然 与此同时 泥浙干 乡干 乡恶干 阿谷丸 以及乡系根据地 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全国的红军 是达到了 十万兵力以上 正因为如此 在第三次 反围掉之后 中国共产党 在江西中央苏区的 瑞金县城内 宣告成立了 中华苏外共和国 决心以它 来取代 国民党的中华民国 这个历史性的举措 不是仅仅 根据中央红军 和中央根据地 的发展形式 而是根据 全国的红军 和全国的红色 根据地 发展形式 而做出来的 而另外一个 在我们读 土地革命历史的时候 的一个误区 就是认为 五次反围剿 五次 敌我双方的形式 基本一样 这是极其错误的 一种看法 随着中国共产党 红色根据地 和红军的发展 越来越迅猛 国民党军队 和国民政府 用于围剿的力量 也越来越强大 战争的根本 还是在拼 经济基础 还是在拼 物资的丰富 实际上在第四次 对红色根据地 围剿之前 中国人党在南方 农村中 生长的环境 已经是越来越困难 以江西中央苏区 三次反围剿 情况为例 第一次红军伤亡 约2000人 第二次增至4000人 而第三次 达到了6000人 前后总计 一万2000人次 其中死亡约2000人 残废约1000余人 第一次作战的时候 红军士兵 每天上游 微薄的伙食标准 越发生活费 平均不足一元 加上医院费用 总计开支 可达25万元 后来因为伤病大增 兵员急需扩充 筹款及物资 也日渐困难 以至于士兵 每天的伙食标准极降 生活费完全停发 月号总计 已经不足18万元 1932年7月19日 徐庭尧 在发给南京 奖委员长的电报中 就明确的写道 他所占领的苏区 经济情况 十分的困难 只能每日发米一斤 而钱 菜 盐 均无 到了1933年 因为苏区的扩大 经济情况稍微好转 又恢复了一定的火水标准 但是进入到1934年 因为国民党军开始实施封锁 火水标准再次下降 而且更进一步改为发古米 行军时 每人每日一斤四两 驻军的时候 每人每日一斤 加上地方政府 以及赤卫队 经费都需要补助 因为战争需要民众的支持 而且造成生产的停顿和破坏 因此只能免征土地税 而地主土豪早已经被打光了 在苏区根本是无款可仇 维持政权和武装 主要是要靠红军 在国民党军围剿奸细之际 到国民党的区域去打土豪 才能获得 结果就是 红军和苏区要生存 就必须要向外发展 而其越发展 越要威胁到 国民党控制的交通要道 以及主要的中心城市 国民党就会投入更多的兵力 来消灭红军 而战争越打越大 红军对兵源和粮食物资的需求 也就越大 而由于苏区经常处于战争之中 难以满足战争所需 也必须向外发展 如此循环的结果 必将导致国共双方 军事总决战的到来 红军力量和根据地的迅速发展 实际上是在1931年918事变之后 因为这个时候 南京国民政府及其国民党中央 并没有把主要的力量 去应付中共红军和苏区的问题 因此呢 利用这个间隙 红军和苏区 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仅仅在1932年4月间 江西中央苏区的面积 就已经跨有18个线的范围 并且占有了7个全线和县城 控制人口约240万左右 加上闽西苏区近10个县 控制人口已经在300万人以上 而与此同时 其他各个苏区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这极大的刺激了国民党 因此 也就在1932年5月5日 中日正式签订了 松户停战协定之后 马上在6月15日 蒋介石在庐山就召开了 厄狱晚干乡五省清剿会议 会商第四次围剿红军计划 决定首先肃清厄狱晚三省红军 蒋介石亲间三省剿共总司令 会议并决定此次剿共 应以军事与政治相互配合 齐头并进 随后国民政府就在庐山 召集了厄狱晚干乡五省民政建设会议 着重研究了政治和建设如何配合军事作战的各种相关的措施 而为争取农民 安抚过去跟共产党的贫苦农民 会以明确要求 占领苏区以后 不仅携从不咎 而且必须推行二五减足 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作战 为什么要把厄狱晚三省红军和根据地作为首要目标呢 其原因就在于厄狱晚和湘厄西这两个苏区所在的地理位置 恰好是武汉的一东一西 厄狱晚苏区以及湘厄西苏区的发展势头 严重威胁了作为中国当时南北东西交通枢纽的武汉三镇 以及平汉铁路和长江航道的安全 6月29日厄狱晚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在汉口正式成立 30号蒋介石正式任命各路司令官 蒋介石兼任中路军司令官以刘志为副 下辖六个纵队 一纵张仿 二纵陈继成 三纵马洪辉 四纵张音向 五纵上官云相 六纵魏力皇 总预备队指挥官 前大军 右路军司令官 李济身兼 王军为副 下辖三个纵队 一纵徐庭瑶 二纵王军兼 三纵梁冠英 预备队指挥官为阮兆昌 左路军司令官 何成郡 徐源泉为副 下辖四个纵队 一纵万耀皇 二纵萧之楚 三纵张震汉 四纵刘培旭 另以王灵机 为长江上游 总指挥 而其中 第一个与红军交手 并且取得胜利的 就是徐庭瑶 实际上徐庭瑶 已经在第四次围剿之前 开始了与红军的作战 他当时作战的对手 是贺龙 段德昌 率领了红军队伍 在徐庭瑶 被派往与红军作战之前 他的部第四师 在开封郑州一线 进行了补充训练 第四师 规定为 甲冗编制 三个步兵旅 每旅 下两个团 三个旅的旅长是谁呢 第十旅旅长 唐安博 十一旅旅长 关林征 十二旅旅长 张莲华 那有的朋友 马上就注意到了 十旅旅长 唐安博 十一旅旅长 关林征 这都赫赫有名 那这十二旅旅长 张莲华 怎么是一个 默默无名之辈 实际上张莲华 所率领的第十二旅 正是徐庭瑶 在红军手里 吃的那个大亏 张莲华的资历很老 他毕业于 保定军官学校 他与徐庭瑶 是先后期的同学 平时气味相投 后来经过徐庭瑶 向简列师利剑 得任第十二旅 少将旅长 但这个张莲华 并不是从基层的军事主观 一步一步打仗 打上来 他缺乏实战经验 而且自私甚高 他首先两个团长 一个是刘进 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杜宇明 都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生 心中只有蒋校长 根本看不起 这个刚愎自用的张莲华 1931年 武汉委员长 武汉行政主任何成俊 鉴于红军贺龙部 经常出没于恶乡干地区 给他们很大的威胁 为了保卫武汉三镇 他们认为第四师 编制大 装备好 拥有各式的武器 所以就报请蒋介石批准 将徐廷尔的第四师 调归武汉行营指挥 第四师从河南省调来武汉之后 于1931年深秋的一天 突然接到英城县长的夹击电报 说红军贺龙部队 兵临英城 并且开始攻城 请火速派部队前来解围 何成俊接报之后 命令第四师派一个旅 迅速的出发 营救英城 徐廷尧立刻命令第十二旅 迅速行动 张廉华这个旅呢 就由汉口乘火车 到校赶站下车 士兵没有棉衣 冒着寒风冷雨 冻得直打哆嗦 按照行军序列 向英城搜索前进 结果到达英城以后 沿路并没有碰见红军队伍 入城之后 县长对张廉华毕恭毕敬 张廉华就问 为何不见敌情 那么县长就说 可能是听到大军要来的情报 已经早早的撤退了 当然张廉华手下的刘团长 和周凤奇代团长 因为杜玉明请示驾 由周凤奇代理团长 这两个团长就向张廉华请示 建议在英城休息 吃完午饭之后再行前进 但是张廉华求胜心切 想离大功 他认为红军是乌合之众 不堪一击 看见有中央军来围剿 就害怕了 所以退兵 因此应该掌握时机 迅速追赶 避火全胜 因此他就根据自己主官的想法 做出了如下的部署 他留二十三团第一营 守住英城 进攻部队分成左中右三路纵队 向造势镇挺进 如玉红军相互侧应 左路纵队 刘进团长率二十三团 二十三两个营 向龙王庙前进 迂回造势镇 右路纵队 由周凤奇代团长 率领二十四团 一三两个营 由南面迂回 呈前行 向造势镇包围 寻找贺龙的主力决战 中路纵队 由张廉华亲自率领 特务联和二十四团二营 直指造势 造势是湖北天门县 下属的一个市镇 地势险峻 一手难攻 是贺龙红军的 一个重要的据点 红军需要进攻 或者袭击武汉的 国民党部队 多数是在造势 集结以后 在相机出动 因此张廉华的三路纵队 以造势为进攻目标 是想一举歼灭 贺龙所率领的红军 而实际上贺龙所率领的红军 这个时候 之所以阳攻英诚 就是要虚张声势 又使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来攻 四级将之见面 当得知张廉华的旅 兵分三路 猛扑造势的时候 那么段德昌 领导和指挥集中起来的红军 就埋伏于有力的地带 张开口袋 等待着张廉华的旅 进入包围圈 中路张廉华率领的纵队 完全没有想到 红军正在前面 埋伏等待着他们 期待马上的张廉华 还洋洋自得 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 红军的伏击圈 突然之间 四处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 并且听电大喊 交枪不杀 红军又在俘虏 今晚训练有素的 国军官兵 抢占了梯田一带 就地掩护 用轻重机枪 组成了交叉火网 阻止红军 但是 红军猛烈的进攻 令国军部队损失惨重 而从来没有经过战阵的张廉华 在四面火光 枪炮声 震耳欲容的战阵上 居然吓得摔下马来 只能狂喊冲出去冲出去 但由于重挂悬殊 张廉华的部队 伤亡惨重 而红军的后续部队又投入战斗 逐步缩小了包围圈 最终将张廉华 以及下属的官兵 全部歼灭和俘虏 压到造势 而左右两个纵队 也遭受到了伏击 唯一的区别的是 那两支纵队 军官们侥幸逃脱了 就这样张廉华整整一个旅 只剩下留守英城的一个营了 那后来情报显示 当时给张廉华旅带路的五名降导 全部都是红军参谋 或者是谍报人员 化妆成的老百姓 张廉华在被俘之后 据说三番两次想逃跑 最后被乱枪打死 这次惨败让徐庭尧遭到了蒋介石的痛斥 但他自然不肯善罢甘休 因此第四次围剿作战一开始 徐庭尧就率领了他的第四师 给了红四方面军 一次不小的打击 这就是霍丘之战 关于这场作战的具体情形 我们下一集再给大家讲